还是一样的老规矩 我们在上课之前先复习一下前面讲的内容 我们在前面讲的几个非常重要的要点 给大家先梳理一下 第一个中心词还有印象吗 TW中心词还有印象吗 中心词 那么中心词的话 两种一个是全文的中心 是段落的中心 而如果是全文的中心的话 你要去看标题 对不对的 比如说第四篇文章 你们看到什么 对很好 首先第一个是离职 是不是 对我们知道第一个中心词是离职 好 那么这是我们的中心词 第二个中心词呢 是代价cost是不是 而且它是个附属名词 所以应该离职应该有很多个代价 跟成本 应该我们预判一下 对文章这个是一个并列的逻辑词 是不是 对应该是个并列类的一个 对 是一个并列类的一个逻辑关系 好吧 这是我们的这个中心词 对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你在读的时候呢 会有我们说的等价词 就是我们中心词的重复 那么因为等下读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读到一些中心词 它重复把它过滤掉 好 同时我们读的时候 有时候会遇到什么呀 一些逻辑词 要重点把它读出来 好 那么我们也讲好几个逻辑关系了 等下我们在课档上 会不停的复习 同时我们在上译里面 讲一个非常重要的 AW还记得吗 态度词 对不对 对我们会有A 会有正态度 然后的话呢 我也会有个什么 一个副态度 所以是我们的这里面的 这些讲过的理论性的东西 现在能够还记得 那么在这这样的一个方法之下 我们来开始看一下 今天的第四篇文章 第四篇文章还是干嘛呢 对超度不起来 你要好好的用 懂了吗 因为刚开始 我们来开始看 你后面要把精读团 一定要把咱们讲义的十篇文章 把它吃透 你之后吃透了 你才能够用的越来越好 好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篇文章 我们在讲课的方式 有两种 一个是精读的模式 一个是 一个是精读的模式 另外一个是 就是考试的一个模式 那么这两种模式的话呢 我们讲课的方式还是一样的 第一篇文章 我就一精读的模式 帮大家一句话一句话的 把它精读透 好 那么第二篇文章 我们就给大家讲考试 考场的模式 到底在考试该怎么做题 对不对的 对 我们也在给大家录制 那个十五 那个就是 那个整体的文章 我在后面会讲 但是呢 你们先把什么 为什么一开始没有讲呢 就是大家一定要先把 我们十篇文章给吃透了 懂了吗 你只有吃透了这十篇文章 你才有资格 去把其他的文章 把它去看好的 懂了吗 否则你做了也没什么 它的价值 好吧 我们到时候会一篇篇发出来 好 我们来开始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第一四篇文章 第四篇文章的话 我们来开始看 对 就用真题去模考就行了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第一段话 第一段话手续是这样子 就是经济学理论 predict表示预测 是不是 那么这是个什么重剧 能打出来吗 这个冰语重剧非常得好 意味着后面这个重剧 它充断于这个predict的冰语 那么如果假如 你在阅读的时候 读到了冰语重剧 好 请问是主剧重要 还是重剧重要 对很好 所以后面的重剧重要 是不是 所以意味着这句话的重点 一定是问后面的那句话 重剧 当然重剧本来就是个句子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有时候你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 前面的主语会特别长 比如说他是a professor 一个教授 什么出生在什么时候 然后家里很穷的一个教授 然后再逗号 predict预测什么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 当他主剧特别长的时候 我们就明白 其实 Gucci也不用看它 我们只要读到它的重剧的地方就好了 明白了吗 好 这我们的重剧的内容 这并语重剧 好 那么他预测什么呢 当你这个当 你看离职的代价 新还是旧概念 对是个旧的 对不对 当他们相对的比较低的时候 你的这个mobility 移动性is more likely 更加可能 请问你读到了mobility吗 移动性你读到没有 你前面哪里读到了移动性 没有啊 如果读到移动性 你要找到离职跟移动不一样 离职移动 跟你的移动不一样 离职不是移动的了吗 所以意味着 你离职意味着 是一个旧的概念 但是呢 第一座里面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 是mobility 表示移动性 所以他这个新概念 同时读到了逻辑关系没有 读到了这里面的因果逻辑吗 那么这里面的因果逻辑是怎么体现呢 听好了 这里面的因果逻辑啊 这里面的因果逻辑 他就是用 怎么体现的 对 他是用我们的这个 相关性来比较 懂了吗 对 是用相关性来体现这样的逻辑关系 越怎么怎么样 越怎么怎么样 这就是一种相关性 能跟上吗 好 那么怎么去 理解这个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你的 你看我们现在讲 越 努力 越什么呀 越 幸运 是不是的 所以为了努力和你的幸运 有没有因果逻辑啊 你幸运是因为你努力吗 所以这种是正相关 那么这里面是 你的代价越低 那么意味着 你的mobility越高 这是一种负相关 也是一样的 也是表示我们的这个 因果逻辑 所以我们读到了 他们的离职率的代价 会导致一个结果 什么结果呢 它很低 就导致移动性越可能 所以读到了第一句话里面的 新的概念是我们这个mobility 好 我们来读一下我们的第二句话 那么这个观察什么样呢 分析什么样呢 在你的离职率的这个角色上 在你们 第一个 在繁荣的时期 好 请问繁荣时期 有没有出现过 没有 他说你的离职率出现了吗 它的上升 是在你的繁荣的时期 读到繁荣时期 并且 你这个移动性的 这个代价的这个影响呢 它可以看什么样 当我们在关注 在居民的location 在居民的location位置和 这个dropton我们就表示离职嘛 对不对的 所以意味着就是在你的这个居民的这个location位置上 好 同学们 在这里面我们又读到一个词叫居民的位置 是不是新概念 是的 所以这是我们的两个新的概念 好 那么这两个新的概念 等一下你们就明白 它是讲什么呢 它应该是在展开离职率 它们增加的两个情况 一个是繁荣 一个是干嘛 一个是他们的位置 好 至于位置和你的这个离职 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句话 这句话是个句子简话题 它就讲到啊 这是呃 什么样的工业呢 在呃 非常在城市里面的 呃 后面的主干 看到没有 appear是不是啊 它的一个动词 appear to have higher 有个更高的一个什么样 dropton over的这个离职率 比那些在乡下的 在非城市的 所以这里面就读到了 一个要点 它简单来 简单来讲就是 城市的比什么样 非城市的 有一个更高的离职率 懂了吗 城市比非城市 有一个更高的离职率 好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问自己三个字 它和你的第二句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它是不是为了证明 你的第二句话里面的 某些观点 哎对是解释吧 非常好 啊 如果讲到但是明点了 所以应该呃 看得出来 展开 我先把第三个问题 再梳理清楚啊 它是展开里面的哪个单词 是不是就是在展开你的location位置 这是你必须读懂的 它的位置呀 哪里体现的位置 我说你要读懂举例和ts中心加粒子的关系 你必须得去读我们叫中心词的体现 你一定得明白在这里面 它的中心词是怎么得到体现的 懂了吗 中心和粒子的关系 你要去找到中心词的一个体现 那么怎么体现呢 城市和非城市就证明了 他们的这个location位置 懂了吗 嗯很好 好 那么这是我们的呃 第三句话和第二句话的这个论证的关系 好 等一下作题有用的哈 好 那么呃 这个同学我们来看一下呃 有些人都不懂你的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 他是他是在在干嘛 他是在强调你的离职率的增加 首先第一个是在繁荣时期增加的 其实这里是个逻辑关系 你们能不能读出来 During哈 在什么什么时期 他们的离职率会增加什么逻辑 比如说在太阳出来的时候 那么干嘛呢 我就会我就会非常喜欢去打篮球 对是不是对 在某个时期 During意味着他应该也是一种因果逻辑 所以意味着你的第二句话是在讲 离职率增加的原因 什么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繁荣 繁荣 后面第二个 居民的位置是不是讲到第二个原因 就是跟你的离职率相关的原因吗 所以意味着第二句话 他其实就为了证明离职率增加的两个原因 一个是繁荣 一个是居民的位置 好 对哪个位置的话 那么他就通过第三句话来展开 他的增加是靠什么 是跟什么相关的 是不是跟你的城市里面的位置相关 所以意味着住在城市里面的人 他的离职率会比较的高 你说了吗 现在 这是我们说对这一段的一个 分析 所以这一段讲什么 再总结一下就是 就是讲离职的什么 第一个 离职的什么 对不对 第一句话是讲原始结果 你要分清楚了 分清楚了 第一句话 他是讲结果 首先他讲到离职率的代价得结果 然后第二句话讲了他的两个原因 懂了吗 第一句话是讲到离职率的这个代价 他们会导致的结果会导致mobility 第二句话讲到他的两个原因 两个原因跟一个结果 好 分清楚了 第三句话再展开location位置 不错 那就很好 所以我说 大家慢慢的向我这上面靠 你靠好了 那么意味着 你现在虽然可能正确度可能还欠缺一点 但是我们的方向是越来越接近了 懂了吗 很好 这是进步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题目 第一题就特别简单 你看他说 人们more likely很有可能去持掉他们的工作 在下面的哪两种情况 所以我们预判一下两种情况 第一个繁荣 第二个是位置 是不是 也是在你的这个城市里面 所以答案是选哪个 A选项 他们活在一个好的经济时代 A是对的 是不是 A选出来 好 C选项 他们出来城市做出来了吗 所以大家选A跟C 就考虑一个并利逻辑 对不对 所以大家在每个题目当中 你也要把这个逻辑 把它分清楚了 这是个并利逻辑 好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题 第二个题是个句子简化题 这个题特别难 好 很大的干润 我跟大家说一下 首先这个句子很简单 如果按照我们讲过的句子简化题的方式的话 它就这个简单句 就是谁导致谁 好吧 说错了 是谁跟谁在比 是吧 一个是城市比乡下要更加高的离职率 就一个简单句 好 那么这个时候 对 就是个比较逻辑 后面我们看一下 首先按照我们的主干上的逻辑 这个比较逻辑 我们来排出选项 首先A选项 它说在城市的里 城市的公众里面的 less 离职率没那么高 匹配吗 错了 是不是 所以意味着A选项 它是对 它是错了 懂了吗 A是错的 它是明显博制的 好 C选项 它说你的这个在城市里面的这个 他们有一个更低的离职率 错了没有 C选项是不是也是错了 也是反了 所以意味着 A和C这两个选项 是属于完全相反的选项 两个已经反掉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来看一下B和D 你看B选项 在城市里面的这个 他们有更高的离职率 匹配吗 匹配的吗 是一样的 好 那么4D选项呢 在城市里面的人 他们更有可能去改变 他们的工作更加频繁 比那个非城市的匹配吗 匹配的吗 是因为这 D也是匹配 因为这B和D B和D 在你的这个选项当中的 这个比较逻辑 他们的大小关系都是对的 好 这个时候 我们再强调一下比较逻辑 你要读什么呢 记好笔记了 再读比较 我这很难 你记好了比较逻辑 我们再读比较逻辑 要特别注意比较逻辑的4个要素 哪4个要素呢 听好了 第一个是比较的对象 第二个笔记的翻面 以及它的翻面是吧 以及它的大小关系 以及是否有限制范围 接下来 我们读任何的比较逻辑 前面三个是必要的 第4个呢 是可有可无的 如果有就把它读出来 一定要读到它的对象 翻面或者大小 就比如这里面 你读这个比较逻辑 城市和乡下 就是它的比较的对象 B什么方面呢 比离职率 好 它意味着城市更高 那么有的时候你们在记笔 就是在分析的时候 或者写导图的时候 怎么写呢 就是你看 A看到好 我说我现在整个框架 A大于B 然后呢 C是它的一个翻面 这么来写 好 这明白了吗 A大于B 扩号C 明白了吗 什么意思呢 一看很清楚的 比如说这里面的A 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城市啊 你看你们写 这样你们来写 你们把把这个 把这个写出来 我就这里面懂了 以后你们看到之后 就很清晰了 对你们都打出来 全部打啊 都打啊都打 哎 非常好 所以不要打中文 就打英文的原词 打原词 很好 所以以后就这么写 怎么写呢 A就是 城市 对不对的 你看城市大于什么样 我跟你写出来 以后大家养成 这样的一个习惯 意味着这个时候 以后你自己看你的导图 或者看别的导图 都非常非常的清晰 懂了吗 我省略一下 好 同学们清楚吗 你一看就看出来了 城市比城下的离职率 要更高 就可以了 清楚吗 大家 C就是它的翻面吗 对不对 就这样子写 比较逻辑 你每次都比较逻辑 我们去写 非常的清晰的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这个 B和D B和D呢 它的比较都是对的 只不过 它的B cause原因 不对 不一样 是不是 所以我说 如果两个选项纠结干嘛 如果你在B和D中很纠结 对 你要解决 去同 纯异 非常的好 去同 纯异 那么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你看B选项 因为你的这些工人 是吧 它们通常会改变这个雇主 不需要去改变 他们住的地方 这是B选项 好 4D呢 因为 Less Costly 是吧 就是 没那么多花费 对他们去改变这个住所 在你的这个城市 比那非城市 感觉好像差不多 对不对的 真的感觉好像差不多 好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但是我就说了嘛 同学们 为什么你会纠结 还记得我第一几个讲过的吗 B肯定很相似嘛 如果不相似 这你就不纠结了 但是为什么只能选一个呢 一定是他们有区别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仔细比较B和D 一定要先比 然后再读原文 B跟D的本质区别发现了吗 本质区别发现了吗 B和D 你们再比较一下 Cost是不是好 对好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考点 接下来 什么意思呢 这个考点真的出的很好 叫什么 先记好了 就是 对很好 叫做0和1的差别 PK1和100的差别 好 我再简化一下 就是有和没有的差别 PK 多和少 的差别 你先记下来 等下我再给你举例 什么意思呢 我们仔细比 B选项是因为 他们要去改变一个雇主 他们不需要去改变他的住的地方 有还是没有 我不需要去换地点 没有 所以为了它是0 懂了吗 我根本就不用去换地点 所以这叫有和没有的差别 或者说0和1的差别 好 4D 因为less是不是个比较 那么意味着没那么贵 怎么不贵呢 意味着你在城市比在乡下改变住所的代价 它的成本花的比较少 这所以什么 它是1和100的差别 什么意思呢 就是多更少的区别 在城市里面 可能它花一块 它在城市里面 它可能要花1块钱 在农村呢 花100块钱 如果你要搬个家 它的代价 听懂了吗 所以4D选项 它是1跟100的区别 一个花钱多 一个花钱少 在城市 我换个家 我可能需要花1块钱的成本 如果在农村呢 我换一个家 我要那个离职的话 我可能需要花 100块钱 明白这两个区别没有 所以一定要去比较它们的区别 你只有把两个选项的区别比出来 你才能看得出来 好 你再看B cost B选项 因为工人 他们通常要改变它的雇主 不需要去改变它的住所 它是不需要改变 我根本没有变 我根本不用换我的地点 而4D呢 因为 less cost 意味着你要在城市里面 你去换地方 比在乡下换地方 花的钱要 less 要更加少 所以我意味着4D觉得它换了地点没有 换了没有 4D选项换了 对不对 意味着你在城市 它们也在频繁的换换地点 只不过你换地点的话呢 我花一块钱非常便宜 但是呢 在乡下 它换个地点 可能会要货百块钱 所以这是我说的 一个是零和一的区别 就是有跟没有 另外一个是一跟一百 花的钱多还是钱少 多跟少的问题 理解到了吧 理解到之后 你再读原文 你看原文中怎么讲的 你再读原文的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我们看 那个 那个重剧里面 他说 一个工人 他们要改变他们的雇主 他们不需要去改变他住所 他们变了没有 他不需要去再改变他的住所上 investing去投资花钱 对 意味着在城市 他们根本就不换地点 他不变啊 他地点是不变的 所以意味着 你要想清楚 原文中是强调 我在城市 我改变了工作 但是我不需要换我的住的地方 他根本就没有变地点 所以B还是D 还是B 为什么有人受到4D的影响呢 因为受到这个单子 investing的影响 是不是的 这不是花钱吗 不是的 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去在改变住所 这个事情上去出钱 我根本就不需要在这个事情上去出钱 意味着我根本就没有花钱 懂了吗 我根本就没有花钱 我不需要这里花钱的 所以我根本就不需要去换我的弟弟 所以他根本就不搬家 懂了吗 所以在城市人们换了工作 他不搬家 而不是他搬家之后 花费比较少 城市里面花的少 那么农村花的比较多 所以提会出来没有 零和一的差别 PK一跟一百的差别 对 你们要记得 一个考试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还有两个题特别难 一定会有些题特别难 是让那些28分跟30分同学去做的题 懂了吗 区分 要不然大家都考30分了 一定有难题 那么你们现在就要想的是 把这种套路把它记住 把它了解到位 好 对 所以说这是一个 在我们说 零跟一的差别 PK一跟一百的差别 这是我们的 一定选 不不 根据原文呢 原文吗 好 如果原文他改一下 改成什么 他改成了 那么在这里面干嘛 他花的什么 less costly 他花的钱比较少 那么就选4D了 懂了吗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 你们要想明白 这个选项设计的套路 很多时候大家如果不分析的话 不像我刚才这么总结 你做的也白做 你们刷再多 为什么说大家不要做题 我们会说你们15套讲解 但是15篇文章讲解 但是你如果很那个叫什么呀 如果你老是想着 我现在就刷题的 你不刷 没用的 你方法论不掌握的话 很难的 听懂了吗 就像以前大家刷那么多题 也没用的 所以你要 包括你们上个也是一样的 先调整心态 你不要老是去听你的错题 你这个题你做错了 你做对了 但是你没有把他的考点真正领悟到 好吧 这个题有没有结束 我还要讲20分钟 我还要讲半个小时 就这个题还讲半个小时 懂了吗 我把他考点 连他的主分我都挖出来 好吧 开个玩笑 好来继续 好 所以这我们的题目 就是刚刚讲的 这个讲到没有 讲到了吧 开玩笑 那你们提提神 这个比较逻辑 听懂听懂了吗 0跟1跟1跟100 是吧 你们把它抓出来 所以答案是选RB选项 好 那么接下来 这个题目有同学 我们开始在 开始刨他祖坟了 开玩笑 把ETS的坟给刨出来了 好 那么这里面 是我的话 我还看到什么 你们可能只是看题目 对不对 我说我要站在一个更多的角度 来看一下这个选项设计 这里面他没有出题 我说了 你们没有 第一个 你现在记得 以后就能够看出来 第二个 考试如果不出来 一定要比较 我也不是一上来就知道的 我也是通过把B跟D怎么样 把它一比 不比 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懂了吗 你下次就知道了吗 好吧 我直接来讲这个考点 你们可能原来从来没有想到 但是呢 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 我们再练几个题就懂了 好 来开始 这里面你们有没有 纠结过这个 because这个因果逻辑 你们可能没有纠结 你看 A有因果逻辑 B有因果逻辑 C有因果逻辑 D有因果逻辑 所以你看 为 意味着在这个题目当中 因果逻辑 意味着在这里面你看 要纠结为什么呢 因为ABCD 是不是都有因果逻辑 所以意味着这个因果 肯定是对的呀 如果假如一个有因果 一个没有因果 那么你就去纠结因果逻辑 这里面对都有因果 所以你考试 他对你做这个题目 不构成障碍 对吧 他不构成障碍的呀 好 但是我是想说什么呢 既然这个题 他出自ETS之手 他是ETS出来的 意味着 他把原文中的某个东西 改成因果 一定有他的道理 听懂了吗 对 所以接下来我要讲什么呢 因果逻辑 到底是如何体现的 所以我们开始 今天把这个因果逻辑 给他分析透彻 因果逻辑 那么因果逻辑的话呢 我们首先来给他讲几个概念 第一个 两个并列的对象 是没有因果逻辑的 能理解吗 就比如说我们前面第一篇 我先讲到了 指南针和星盘银 他是两个并列的对象 他们两个之间应该没有因果逻辑 比如说 星哥喜欢喝咖啡 and奶茶 请问咖啡和奶茶 有因果逻辑吗 有没有 没有 没有因果逻辑 好 那么但是 打个括号标题除外 标题 因为标题的话呢 他只是一个 打个比方 因为有些标题 他讲到 比如说 他讲了两个人 对吧 意味着他们两个可能 或者两个事情 他们可能会有因果逻辑 这是可能的 因为用中后面会讲 但是呢 我们在一般的句子里面 如果出现了并列的对象 是没有因果逻辑的 懂了吗 好 但是我给你再举个例子吧 外面出太阳了 and 星哥去打球了 问大家 为什么我去打球了 为什么 原因是什么 因为出太阳了 你发现吗 这里面的and 冰裂 他就可以表因果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昨晚失眠了 and 我现在很困 为什么我困呢 因为失眠 你又可以表因果 好 那我再给你换个换个那个句子 星哥正在喝 又是咖啡奶茶 一样的 就一样句吧 星哥正在吃苹果和香蕉 请问苹果和香蕉 也因果逻辑吗 没有 是不是啊 对 在我们的逻辑题中 不区分并列和低进 懂了吗 并列跟低进 你不区分 好 所以这个时候 你在想 为什么这个并列 有的时候可以表因果 有时候没有表因果呢 好 有时候发现 对很好 有时候已经开始有感觉了 所以并列的对象是什么对象呢 它是名词 如果是两个名词 它没有因果的 好 但是第二个 这是这笔记 如果是动词的并列 它是可以有因果逻辑的 明白了吗 能跟上了吗 动词 我要慢慢的引导你们去思考 动词 刚刚讲的所有的例子 都是动词的并列 and前后 它都是衔接的两个动词 或者两个句子 句子肯定是动词嘛 对不对 所以它就可以表达因果 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说 在ETS里面 它会怎么出题呢 它有的时候问你因果逻辑 怎么体现的 会怎么考你 用什么来考你 你们应该很清楚了吧 是不是考我们的这个 并列啊 好 那么我们先带你们看几个TPO的题 我们再看你们整体里面的题 来感受一下 ETS 它整个出题的选项的设计的一个计量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TPO的题 等一下 我们再来看整体里面 它升级会升级成什么样子 好 你们先把这个句子 简单读一下 是吧 老对 老妖登场了 我们看一下老妖的把戏有哪戏 你们把这句话 more and more那句话 给大家读一下 三分两分钟 好 现在开始 我静下眼 读完了就给个花 好 好 - 好了 看到大多数已经开始回到了哈 好 我们来看这里面 如果按照我们前面讲ABC怎么做呢 你看 其实你们真的要享受阅读 这个句子简话题 主要这个ABC要慢慢的享受 他说随着越来越多的地层被分开 好 变得很清晰是什么呢 看到就说延迟的序列 Differ from不同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好 所以A这个概念是Differ是吧 不同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好 那么N是并且并列逻辑 那么No 看到没有 没有一个延迟类型的 它们能够成为一个可靠的 relive的一个时间标记 所以B就是没有成为一个什么样 Mark 是吧 这个标记 那么C是什么逻辑关系呢 是个N的并列逻辑 好 那么就把这里面的逻辑跟逻辑要数 把它抓出来 看懂了吗 逻辑跟逻辑要数把它抓出来了 好 那么当大家把这个抓出来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你的选项 A选项是肯定错的 能看出为什么A错了吗 找到它致命的问题 对很好 因为你的对他说No 他说中间有一天会reliable可靠的时间标记 明显不斥 所以A选是错的 好吧 好 B选项 他说第三研究review表明什么呢 延时它是不能够确定好你的地质学时间 是ABC里面的哪个概念 延时并不能确定好地质学时间 是ABC里面的哪个概念 所以B这个概念是不是 好 B 好 因果逻辑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vary from place to place 对不对 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不一样 好 是哪个概念 是不是那个A这个概念啊 好 那么有个问题 他把并列改来哪个 改英果 对 所以这是他选项 你可能不确定的地方 你可能不太确定是不是啊 所以B好像不对 好 看C选项 而Smith他们说明什么呢 他说已经是序列 are different from place to place and from region to region 是不是啊 哎 你发现没有 是不是残缺的 对 很好 他只有A这个概念 他没有你的B这个概念 残缺 好 C肯定不对 因为人们不能够分类 有人说人们越来越多分类 所以你的D是错的 这个时候你先讲 大家现在所面对的这个困境 就ETS老妖 给大家摆了一个什么局 他做了一个什么局啊 他这个局就是 让你在B 并列改因果中纠结 到底是并列改因果 我选 还是我选那个残缺的 是不是的 这个局你的困局 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你不确定是去选那个并列改因果的 还是去选残缺 因为他们没有完美选项嘛 是不是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很纠结 C也没错呀 B呢你也不敢选 因为没有因果呀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来回到前面讲过的这个并列 这个N的并列 它是句子的并列还是名词的并列 而是动词便是名词的并列 前后是动词还是名词 所以动词是两个句子嘛 对吧 比如说今天下雨了 是个句子 我出去塞衣服 是一个句子 收衣服 是个句子 所以它是两个句子的并列 也就是两个动词的并列 意味着它是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选项 为什么 并列可以改因果 所以你的B是正确的 懂了吗 这个题我们就毫不犹豫的把它选成了B 同时看到里面的选项设计 它把并列改了啥 改了因果 懂了吗 对是并列 好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题 你们记得你现在的困境 就你现在很纠结 但是我说星哥 我考试发现不了吗 等一下你再看题 你就会发现得了了 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意识 吃了一 我们要吸收一次教训的 然后呢 下一次 我是这么讲的 这个题目 我一看就一个 一定是一个人出的 懂了吗 这个题一定是一个人出的 绝对出自同样一个人的手 你们等一下感受一下 是吧 看下有没有这种感觉 你们听陆平 我陆平你讲得很清楚了 有可能 如果三个都错了 就是很残局的 好 他这么来 however 但是 但是 no group 没有一个物种会怎么样呢 can maintain 能够保持他们的统治性 没有物种会保持统治性 好 并且 注意 并且啊 并且 在大概200万 200万年之后呢 干嘛呢 恐龙的时代怎么样 came to 到达一个灭绝 到达末尾了 是不是啊 然后呢 然后呢 布鲁洞呢 开始去繁荣 好后面什么 从什么到什么不管了 所以这边也是一个abc 要解abc 怎么读呢 第一个概念是没有一个物种 能干嘛 能维持他们的统治性 对不对的 没有物种可以维持统治性 好 那么接下来 b选项 那个s 最上面的s是随着 它不是不重要 是因为 后面是一个玩具的abc 而前面是很清晰嘛 对不对 跟我们前面的b与屯是一样的 虫具还是重要的 b呢 就是 哺乳动物怎么样 开始去 攒容了 是不是啊 然后中间用哪个衔接的 对用你的并列来衔接是不是的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 c跟d是肯定的错误 我就不管了 我就不用浪费时间 我来看a和b 看你的这个局能不能破 a选项 恐龙的统治性呢 在这个时候开始灭绝 入动呢 开始繁荣 abc哪个概念 恐龙灭绝之后 对是不是有b这个概念 所以a是残缺的 他并没有讲一个道理 是没有一个物种 能够保持咱们的统治性 所以残缺 好 c选项 因为 因为没有一个物种 他们能够保持统治性 是a这个概念 不入动呢 开始成为主导的物种 开始反了 是b这个概念 你看 又纠结了 为什么呢 游泳就是并列 他改成什么 改成了因果 所以我说这个局是很好破 能破这个局吧 为什么出自一个人的手 你们感受出来没有 上一个题 鬼老就那个老妖 他把并列改因果 和残缺的选项 让你纠结 到了这个题目 是不是一样的 a选项残缺 b选项 并列改因果 又让你去纠结 看你能不能选出来 明白这两个题目的本质了吗 对 好点是一样的 所以我说一定出自一个人的手 如果假如上面这个题 你做对了 而且你也分析到位了 我们是并列可以改因果的 到了这个题目 你是不是秒杀 呵呵一笑 又在搞我了 是不是啊 我早就识破你的这些 雕虫小技了 选第几个 选要币啊 恐龙灭 对 恐龙灭绝跟不如动物 法轮是一个概念 是一个意思哈 所以这里面 连续的两个题 都是把并列改成了我们的因果逻辑 而且都是出自我们的句子简话题 当然我说题型是次要的 每一种题型 它只是一种逻辑的一种展现 我们更重要的是去看到它整个的表现 而且不同的 就是不同的文章当中 哪怕是题型不是句子简话题 它一样可以这么去考 来我给你再去看题啊 来我们一个的走 我先说这都是TPO 常见的考法 考烂了 后面我们说考点会怎么升级的 这是问 因果逻辑 什么会导致蒸发 认识吧 地中海的水分的蒸发 就什么会导致地中海水分蒸发 我给你来这句话好吧 C 不认识没关系 它的movement移动 close 关闭了你的这个海峡 并且这个地中海怎么样呢 begin 开始去蒸发了 好同学们 and 前后是动才是名词 and 前后是动才是名词 是不是个动词 可以给英国吗 看到考点了没有 英国在哪里 就就并力来体现英国了呀 好 预判答案 什么是原因 什么导致它蒸发了 什么 是不是C的对 而这个C的这个movement 这个移动 关闭了这个海峡 好 对 如果你不认识 没有关系 ABCD一样可以选出来 秒杀 选几个 出A选一下秒杀了吧 出题了 是不是啊 所以这是并列改英国了吗 是不是一样的 你说 哎 星哥我那个 看不出来 应该能看出来了吧 你知道懂了考点 你一定 你一定看得出来 我再给你找个TPO的 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之前的 你们就直接看之前的吧 好 我给你看一下我们前面讲过的篇文章 你们再来感受一下考点 我说题目一定要多去反思多去总结 这样才能做得越来越好 我们再试一下 我们再你们打开讲义第三篇文章 我但是没有讲是特意留到今天讲的 咱们打开讲义的第三篇文章 亲爱的各位同学们 打开讲义的第三篇文章 我看一下哪个题啊 今天是梅基硕是第六题 你再看这个题感觉是不一样的 你看第六题 我们先看句子吧 我就给你看句子啊 来来来停下来 我们看句子 等一下再看点 你看考点是一样的 你看however你看他说 当你这个干旱的条件 你们就直接翻你们的讲义吗 现在有PPT了吗 好 当你的这个干旱的条件 return回来的时候 然后呢 人口就是已经double就加倍了 然后呢 你的这个什么样呢 已经超过了你的这些 他们的这个平原能够支持的这个人口 并且 M这个社会 突然之间就瓦解了 来 你会怎么出题 有意思 你会怎么出题 对 就为什么瓦解呗 就我说看到就是出题点 你明白了吗 所以如果假如我现在 我是这么操作的 那天我也跟杰哥 那个看了下听力的文章 我会把 我如果现在拿到一套新的真题 我不会先做 我会先看文章 看完文章之后 我就开始把所有能够出题 比如这个题出个细节题 或者说个推断题 搞因果逻辑 这里面出个目的题 这里面出个推断题 我都把它写出来 然后我再去看他出的题 跟我想出的题是不是一样的 基本上都是腐 都是匹配的 懂了吗 肯定是出为什么瓦解吗 想都不用想 是不是啊 你再看这个题目 第六题 什么导致了他们的玩意